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九十节 这个以下是无忌惮的祖 怨天忧人 祸风骂日 他这个祖节里就住得好 他说 严腐世界 素好欠缺 严腐是凡语 里面就含着欠缺的意思 这个世界的人 古人常讲 不如意四长八九 所以这叫苏婆 不叫其乐 那么称心如意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我们不能够称心如意 一定要晓得 这个夜阴古报 我们造的云不善 我们累积的福德不厚 怎么能称心如意 佛给我们讲的 我们确实要记住 不但要记住 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去做 太上也是名利我们 这句话重要 如何积累呢 佛教菩萨六波罗咪 那就是累积之道 第一条交给我们布施 第一条交给我们布施 布施我说的很多 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为学会佛 为一起众生佛 我们用财 这是财布施 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服务做义工 这个是内财布施 用我们的智慧是法布施 替人家解决困难 无微布施 布施里面都讲圆满了 其他的都是讲布施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布施这条是总说 后面五条是别说 别说里面第一个 齿戒 齿戒就是如法了 布施要如法 我们今天讲的是 何法 何勤 何礼 这个就是齿戒布施米 为别人服务 远远有方法 有尘世 有次第 有条部分 这些都是在齿戒布施米的范围之中 人如只有耐心 精进是不断在求进步 天天反省 天天改过 天天求进步 禅定是自己心里面有主宰 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 智慧是对于一切思理通达明了 由此可知 后面这五条都是讲帮助了个布施布劳明 那使你布施做得圆满呢 你的功德了 踏实了 真实了 一切时 一切出 遇到有困难的人 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力量 就得要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这个布施是亲近的 布施绝不分别 在平复叽 所以你们比如说 不分别人 所以我们在不称心的时候 一切事情不能如意的时候 要反省 我们自己积功累得很薄 这一切不如意的境界 这是果报 应当要受 在受里面 要反省 如何来改进 提升自己的境界 累积更大的功德 这就正确了 如果小小不如意 就埋怨老天不公平 别人对不起我 错了 这个是自己的造罪孽 不但不能够转获为福 而且加深自己的罪孽 可是这种现象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那还是佛祖 古神仙仙所说的 没有人教他了 他不懂事 佛经上常说 这种人真正是属于 库里面者 所以这个面天有人 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是决定的错误 而且这种墓业 我们决定不能犯 实时记住 佛对我们的教诲 第二句 和风骂雨 风雨是自然现象 这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在现代人家 这个没有故事 而在佛法里面来说 这故事很重 为什么 佛法的修书 教人转返成圣 千经万论 所说的 舍在家 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尘 一个是尽 你看看 这个现象 尘没有了 尽没有了 古时候 不要说是修行人 读书名礼之人 遇到这个自然的灾病 这个时候 这个心特别真诚 特别的恭敬 以沉浸来对一切灾病 他心是定的 不经不布 我们在这个里面 他也引用到 这个古时候 这个去里里面所说的 若有疾风 迅雷 甚至是大雨 好雨 鼻变 这个鼻变就是 个外的恭敬 个外的谨慎 在这个时候 纵然是夜晚 多半 他也起来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静坐在那边 这现在人不懂了 现在人 也不会这么做 纵然是 读古书的人 也不见得这么做法 可是 佛门里面 还有少数人 在这个突变的时候 他会起来 衣袍穿得整整齐齐 恭恭敬敬 到佛堂里面去静坐 或者是念佛 或者是经心 佛门里面 还有 那么这个地方 隐身的意思 告诉我们 我们遇到任何的灾病 都要以沉静心 来应付 可以 画大灾难为小灾难 画小灾难为无灾难 就是沉静能转变 那么所有这些灾难 我们在论言会上 都曾经说过 他的原理 就是佛说的 一报随着 正报转 所以是 静随心转 这是真的 可是我们凡复不行 凡复什么 心随静转 遇到这个境界 恐慌 惊吓 这是你心被静转的 如果你冷静下来 思过 忏悔 反省 改过 自心 能化解 这些灾难 灾变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这个注节里面 诸位自己可以去看 下面一句 九十一句 九十一节 窦和增颂 望诸蓬荡 这个是造诣 千万不要把它看成 这是小事 第一句 就是喜欢赠送 遇到别人有增值的时候 不知道 劝解 而且还承容他 帮助他 十年安家了 结怨了 或是为 增财产 增多名利 增权位 这些事情 太多 太多了 在近代 甚至出家人里面 也不免 一个寺院里面 增助持 增当家 增妙产 甚至于还闹到 法庭 在古时候 出家人从来没有上法庭的 哪有这种话 这大小话了 现在 常常听说 甚至于报纸上 还有一些录 还有报道的 佛教 我们放下 那放下在哪里 所以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也善言 劝解 不但两方面得福 自己也修集功德 如果挑拨 建立 帮助 赠送 无论你 存的是什么心 无论你 求的是什么物体 这是很重的罪过 尤其在这个佛门里面 叫破活活生 世尊在戒律里面戒罪 破活活生是无逆罪 这一个生团 无论它如法不如法 我们都不能够干预 如法修行的这个生团 像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 一破坏这个生团 借罪 不是这几个人 与这几个人不相干 这个生团里面着重 如法修行 弘法利生 这一个地方的众生的利益 不但我们众生得利益 连鬼神都得利益 我们这次在新加坡 许多同学们都去过 都知道 过世的这个晨光别 老林长 运勤债主 要求到道场来听进 真理主我们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道场真正 弘法利生 贵神都得利益了 你把这个道场破坏 你这个戒罪 是给所有一切众生戒罪 不是跟一个人戒罪 你对这个法师不高兴 你恨他 你毁谤他 侮辱他 你把他驱逐出境 你伤害他 不跟他一个人戒罪 要看他的影响力多大 所以破坏活生 这是侮逐罪之一了 古报在阿比地狱 没法子救 诸佛出师都不通忏悔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做 如果这个道场 出家人做得不如法 破坏 犯规 我们也不需要干事 我们不是制罚的人 就正如世间犯罪的人一样 有法庭 有刑警 他们制罚的人管 我们不是制罚的人 我们要干事 我们也犯罪了 这个道理大家懂 那么佛弟子犯罪了 自然 有他们佛法里面 去救取 与我无关吗 我也不应该管这些事情 如果自己 看见了 或者是听到了 这个出家人 跟我关系还很好 彼此相识 可以询问他 这是不是事实 外面谣传太多 一定要问问 是不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 好严圈倒 不是事实 好严安慰 不必去追究 这个就对了 确定不可以 询问 如跟佛都教我们 忍让 诸位一定要知道 应于所谓 越赢 越赢越赌 莫非前定 自己命里面有的 别人能夺去 夺不去 自己命里面没有的 你想保也保不住 那有什么好增的 别人要增 让给他就好了 如果我命里有的 我这里让掉了 那个地方就来了 这证明 你命里的确实有 别人都不去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明白这些事实真相 就会欢欢喜喜的 忍让 哪里会有增值呢 何况这个人 也是说有布施吗 你要名 给你名给你 要利利给你 要什么 我通通给你 菩萨修布施 波罗密码 布施的果德 我们知道 越是越多 布施说布施完了 就没有了 越是越多 世间人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不够深 不够透确 所以他不敢布施 怕布施之后 自己没有了 他不晓得 越是越多 所以我们在新加坡 红发了 劝勉同修们 我们做出样子 给大家看 过人 越是越是越多 团体 也是越是越多 不但佛在经常给我们说 我们一教封信 果然没错 真实 佛所讲的话 具具真实 我们可以放心 认真意 一教封信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